而台北市長蔣萬安昨天晚間八點宣布今天停班停課之後 有一堆網友瞬間是灌爆他的臉書高喊好帥 只是其實北市市區風雨在上午並未達到放颱風架的標準 傳出前一天基北北桃四縣市平台 基隆新北都要求放假 讓北市也只能跟著放 不過蔣萬安今天上午強調 四縣市是共同生活圈 帥的不是我而是留守的團隊 但也提醒台北市民 這次災害影響類似2015年的蘇迪勒颱風 而翡翠水庫也預計會隨著雨量增加 恐怕將會洩洪 居時就很有可能會需要洩洪 翡翠水庫管理局特別注意 特別注意四個字刻意鏗鏘有力 畢竟開密颱風來勢洶洶 蔣萬安再提醒帶來的災害程度 恐怕就像當年這場颱風 2015年強台蘇迪勒席台 北市超過4000棵樹木青島史上最慘 北市府再提醒預防當年災害重演 相關的路徑非常相似 當時的莫拉克颱風 而對台北的影響 非常相似蘇迪勒颱風 達到需要疏散標準 一定是即刻協助民眾進行疏散 前一天臉書宣布 24號停班課 網友灌報市長臉書 高喊蔣萬安 真的帥 4年之後一定再投膩 但北市上午其實風雨不大 距離停班課標準也還沒達標 傳出前一天 基北北陶四縣市平台 基隆 新北都喊話放假 讓共同生活圈的台北市 似乎只能被綁架 一定就是考量整個四縣市 一個共同生活圈 不化先是同情的族群 大家達到共識 就是在今天宣布停班停課 最帥的不會是我 最帥的會是今天還依然必須留守 而且出勤的辛苦的師傅團隊 真的去進行這個半天半天的放假考量的話 恐怕也會造成很多民眾 不然是生活上的不便 畢竟颱風架放與不放都是難題 更牽扯大台北共同生活圈 颱風政治學也是颱風架的艱難抉擇 記者 陳楚强 王偉誠 透露報導